90 後社運小辣椒涉嫌恐嚇被捕 就是這幾句 令到剛剛舊十八歲的 社民連女成員閻敏華惹來一身矮 她昨日去完政改聽證會 在立法會外面質問青年發展網絡召集人呂趙偉 是否支持平反六四 幾個阿sir 走來說要查她身份證 我也沒有犯事 我是口孔 我沒有騷擾她 我的身份是香港 你有沒有香港名字 你有沒有名字給我 起碼我都知道 我什麼人剛才叫一個口號 是做這件事 現在不是說你犯法 但話口未完 就有個Madam來說要抓她 我現在拘捕你 因為你夠時間 你不自控一下 你不自控一下 現在我現在拘捕你 而敏華被人押上警車 帶回灣仔海旁警署到落口供 幾個社民連家成員 跟上去聲援她 你說平反六四都說是刑事恐嚇 那你是不是要抓殺支聯會人 那個小女孩只是表達她自己的意見 警察就這樣抓住這句話 拘留一個剛剛十八歲的小女孩 說她是刑事恐嚇的話 我們社民連就覺得這個是比較過分 她被扣押了五個小時 沒有落案之後獲准報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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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